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美国科幻恐怖电影 三间数十代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在地球上 发生的一场奇异的流星雨后 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光明 但只有男主保持了视力 他带领着一小部分和他一样的人类 在变异植物的追杀下逃亡的故事 男主比尔是一个科研人员 他负责研究一种非常神奇的植物 这种植物被人们称为三角腰 原因就是他拥有三个看起来有些可怕的触角 这些触角还能随时随地的移动 除此之外 在三角腰的其他部位 还生长着许多毒性极强的毒丝 以及和其他动物一样灵敏的感官 这一切都是因为 人们对他进行了研究和基因变异 培育之后产生的结果 因为人类在能源面临着即将枯竭的时候 发现三角腰能分泌出一种汁液 而这种汁液本身就是非常珍贵的石油资源 因此人们就开始大量的对齐繁殖培育 比尔的父母已经从事于这项研究很久了 现在他也开始了对三角腰的深入研究 在研究所中 比尔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同事 丽莎 这天晚上研究所里闯进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想要偷走三角腰的活体 结果被比尔发现了动静 他带着丽莎和那个男人当面对之 没想到遭到了他的袭击 比尔的眼睛还意外被三角腰的毒刺砸伤 丽莎赶紧带他去了医院 医生给比尔上了药 并裹上了纱布 袭击比尔的那个男人也被抓了起来 不久之后地球上出现了太阳风暴 天空颜色变得非常奇特 大家都纷纷来到室外观看 突然一阵剧烈的抢光闪过 几乎所有人在被照射后都失去了视力 变成了盲人 只有眼睛裹着纱布的比尔和丽莎 以及一架飞机上正在睡觉的上校 特伦斯还拥有着正常的视觉 一时间数以亿计的人们都变成了瞎子 人类社会顿时变得一片混乱 趁着这个时候 三角腰植物就纷纷挣脱了束缚 来到了外面的时间 他们开始在大街上肆意游荡 甚至开始疯狂地攻击人类 并且三角腰的繁殖速度极快 没过多久就开始大肆的泛滥了 在这危机关头 比尔和丽莎 以及特伦斯都聚集在了一起 决定一起寻找逃生的办法 可是没想到在关键时刻 特伦斯却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欲 而背叛了比尔和丽莎 利用了一些手段让他们走散了 之后还用录音机录下了一段话 让丽莎认为比尔已经死了 眼看着三角腰泛滥得越来越严重 比尔想找到自己的父亲 寻找最终的解决办法 幸运的是丽莎也想到 要前去找比尔的父亲 两个人最终还是相遇了 并且经历了这些磨难后 他们的感情再次升温 比尔的父亲给他们出了解决办法 就是找到一个雌性三角腰 并摘下头 让其与雄性三角腰交配后 再进行变异 从根本上遏制三角腰的繁衣 但这个办法失败了 比尔的父亲也不幸牺牲 最后比尔带着丽莎 以及极少数幸存的人 找到了怀特岛 这个岛能够隔绝三角腰的进攻 岛上还有一些 之前就逃到这里的人类 到这里电影就结束了 这部很早就上映的科幻电影 即便是放在现在这个时代来审视 也丝毫不过时 电影的主要剧情 和着眼的人类生存问题 都是眼下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话题 现在人们为了自身的快速发展 丝毫不顾及生态的平衡 和自然环境的保护 对许多物种大肆屠杀 导致很多珍惜物种都瀕临灭绝 甚至是像这部电影中 所展现的一样 一旦从某个物种身上 发现有大量的利益 获取空间和机会 就开始毫无顾忌地种植它 最终导致灾难发生后 承担这一切惨痛后果的 依然还是我们人类本身 总的来说 这是一部非常有教育意义 和预见性的影片 非常值得大家去细细品味 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 可以去搜搜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